弟兄姐妹 大家早上好 我今天早上呢 当我一来到这一个圣殿的时候 我的一个同事就跟我说 牧师 我昨天 今天早晨三点多就醒来了 我就跟他说呢 我比你好一点 我大概四点这样也开始醒来了 我想我们都是因为 今天这样子的直播 所以我想我们是又兴奋又紧 又开心 所以呢 请弟兄姐妹呢 你可以在Live Chat那一边呢 回应我们 跟我们一起来互动 如果你不懂得要写什么的话呢 你可以写阿们 哈利路亚 然后呢 你可以说加油 加油 如果很多人不断地写加油 加油 阿们 哈利路亚的时候呢 就是可以给我们整个团队呢 一个很大的鼓励 那么我们非常感恩呢 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 真言书 真言书第五讲 那么今天呢 我们要从真言书呢 看这一个课题 就是疫情期间呢 让自己进步 那么弟兄姐妹呢 在疫情期间呢 不懂大家过得怎么样呢 你有进步吗 在这一段期间 还是说我退步了 或者颓废了 你都可以在Live Chat那一边呢 来回应我们 告诉我们 因为呢 在去年呢 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呢 好像打乱了我们所有的 一切的计划 打乱了我们的活动 限制了我们的活动 但是呢 我相信呢 疫情呢 不能够限制我们 在这一段挑战期间 不能够限制我们进步 不能够燃阻我们进步 可以说阿妹吗 因为我们相信说呢 虽然在疫情期间 在这一段挑战期间呢 我们要非常的小心 我们要超级的谨慎 但是呢 我相信呢 这一个挑战 这一个疫情呢 并不是我们所有的焦点 也不能够成为 我们所有的焦点 就像当我们在驾车的时候呢 我们除了看前面 我们需要看旁边 有的时候眼睛要看旁边 对不对 透过那个旁边的镜子 或者呢 我们需要注意一下后面 但是呢 如果我们一直注意旁边的话呢 我们一直注意旁边的事情的话呢 大家都懂会发生什么事情 对不对 可能我们前面就会赚到东西了 所以呢 疫情期间 我们要非常的谨慎 小心 但是呢 也不要忘记了 在这一段期间呢 非常重要的 我们要继续的前进 我们要继续的进步 我相信呢 耶稣的DNA在我们里面 我们是神的儿女 我们的DNA就是 越战越猛的DNA 越挑战呢 我们越远感 越挑战的季节里头呢 神的百姓 神的教会呢 越能够经历到得胜 因为当我们看教会历史的时候呢 从教会历史里头 我们就知道说 教会越面对逼迫的时候呢 神的教会反而是越信万的 对不对 所以呢 这个就是我们里面所拥有的这个DNA 所以我们宣告说在这一段期间呢 我们要不断的进步 要不断的进步 今天我们就从真言书来看 我们要怎么样提升自己 要怎么样进步 真言呢 这一个字是什么意思呢 真言这一个字呢 它的意思就是 治理 有能力管理 还有统治 就是to rule to reign in power to take dominion 所以真言本身的意思呢 就是说 教导我们怎么样去管理我们自己 教导我们怎么样去管理我们的生活 我们的人生 因为呢 在真言第四章第四节呢 也这样子说 它说 你的心要持守我的话 你要遵守我的诫命 就可以存活 另外一个版本是这样子说呢 当我们持守神的话 遵守神的话语的时候呢 它是翻译说 我们就可以来管理我们自己 管理我们的人生 弟兄姐妹 你有没有发现到呢 很多时候 可能呢 我们身份 地位都非常的高贵 我们的学历呢 也非常的高 但是呢 你有没有发现到呢 可能我们同时呢 好像不懂得 怎么管理自己 你有没有发现到一些人呢 可能就不懂得 怎么管理自己的情感 这一块 那么可能他的感情啊 恋爱啊 婚姻啊 甚至家庭 你就会发现到这个人 学历这么高 这么卓越 拥有一份 专业的工作 是一个专业人士 为什么 婚姻家庭 好像一团糟呢 可能 另外一批的人呢 不懂得管理自己的情绪 不懂得管理自己的 那一种的脾气 虽然身份地位非常高贵 但是呢 你会发现到 他好像 随时随地 不分场合 哇 里面那个火山 要爆发就爆发 要吵架就吵架 要打架就打架 要甩东西就甩东西 那么另外一批人呢 你会发现到 不懂得怎么管理自己的压力 但他在工作上呢 遇到很大的压力的时候呢 可能回到家的时候呢 哇 就把里面的那一种压力啊 那一种 在公司可能受气了 把里面所有的垃圾呢 都倒在家人身上 那么另外 一批人呢 可能很专业 赚很多钱 但是呢 不懂得管理自己的钱财 成为什么 月光族 所以呢 弟兄姐妹 今天 我们就 从真言呢 我们要看最基本的 我们要怎么样管理自己呢 让神的话语 让真言来教导我们 所以我今天呢 只会跟大家分享 两个重点 怎么透过真言书 我们来管理自己的生命 好让我们呢 即使在挑战当中呢 我们仍然能够进步 第一方面呢 我们要来看的是 自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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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弟兄姐妹 特别是年轻人 当我们听到要 己律自己 要自律的时候呢 是不是觉得很挑战呢 因为这个时代呢 是讲什么呢 是讲跟着感觉走的时代 对不对 我有feel 我有feel就做 我没有feel 我就不做 我最近才知道 现在年轻人呢 又有另外一个词句了 不讲feel了 另外一个词句 我有keel就做 我没有keel就不做 对不对 所以呢 这个是一个讲究感觉的时代 我有感觉就去上班 我没有感觉就不去上班 如果我们继续跟着感觉走的话呢 我们知道说后果会是怎么样 那么真言25章28节呢 这样子说 我们注意听真言怎么说呢 他说呢 人若不控制自己的心 就像没有城墙 毁坏了的城一样 真言形容什么呢 真言形容说 当我们不懂得控制自己的心的时候呢 他说就好像一座城呢 没有城墙 当我们讲到城墙的时候 当然我们 今天我们的城市 似乎成了没有城墙 但是对古代来说呢 城墙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你会发现到呢 在古代的时候呢 一座城市 安不安全 有没有受到保护呢 就看他的城墙 坚不坚固 所以当时候 古代那些强大的帝国呢 他们的城墙呢 都做得很高大 而且很厚的城墙 让敌人不能够攻打进来 因为当敌人要去 攻打一座城市的时候呢 他首先呢 要做的一件事情 就是什么呢 只要他攻破那一个城墙呢 那一个城市呢 就有危险了 那一个城市就 很容易地被打败 被夺取了 所以呢 曾言 他这样子形容 当我们不懂得 控制我们自己的心的时候呢 我们的生命就没有了城墙 我们的生命就好像 没有了一层保护 比如说什么呢 弟兄姐妹 比如说 当我们不懂得 控制自己的心的时候呢 我们很花心 我们的心里面呢 哇 什么花都喜欢 玫瑰花 太阳花 菊花 玉金香 到处年花 惹草 到处留情 当我们不能够控制 我们的心的时候呢 我们的婚姻 我们的感情 就会有危险了 对不对 就没有了保护的城墙 又比如说 当我们不懂得 控制自己的心 我们超级爱花钱 哇 想买什么 就买什么 不管它多么贵 甚至花得超出 我们的能力 这样子呢 我们的财务 就会有危险了 或者说 我们不能够控制自己的 那一种情绪 脾气的时候 哇 随时火山会爆发的 如果我们这样子的话 我们的人际关系 就会有危险了 对吗 因为旁边的人 肯定会害怕我们 没有人敢 靠近我们 这一座火山的 如果我们 不懂得 控制自己的饮食 哇 想要吃什么 就吃什么的话呢 可能我们的健康 就会有危险了 也可能什么呢 我们的身体的形状 也会走样了 对不对 所以呢 真言告诉我们说呢 人若不控制自己的心呢 如果我们不懂得 管理好自己的话 如果我们不懂得 自律的话呢 是非常的危险的 之前呢 在美国读第二年的时候呢 我读了一本书 因为我们要很长 多久多久都要读一本书 作为我们的功课 其中一本书呢 我觉得非常棒的 就是 Developing the Leader Within You 是讲到 发掘你里面那一个 领导的潜能 本来今天我想把这本书带来的 之前我一直想 我一定要把这一本书带来 但是呢 早上呢 我来到教坛的时候呢 才发现到 诶 我的书在哪里 我的书忘记带来了 但是不要紧在我的头脑里面 这一本书呢 它的作者是一个很出名的人 叫做John C. Maxwell 这一个人呢 是什么人来的 你听清楚 这一个人不简单 这一个人现在呢 应该是有74岁了 是一个74岁的老前辈了 他呢 是 那个纽约时报呢 说他的书是最畅销的 一个作者 列在纽约时报里面 他总共呢 卖了 有三千万本的书 三千万本的书 他被那些国际的机构呢 商业界呢 他们说他是什么呢 公认为 纯世界 纯世界 纯世界最有影响力的 领导学的专家 所以这一个人呢 是超级棒的一个人 那么今天呢 当我们要讲到 自律的时候呢 我会从他的书里面呢 因为刚好有讲到自律 我觉得非常的棒 我会从他的书里面 拿一些些重点 跟大家来分享 在他的书里头呢 有两句的名言 就是名人讲的名言 第一个呢 是那个Harry S. Truman 这一个人是什么人呢 这一个人呢 是美国第33任的总统 他说了什么话呢 这一个人说呢 他说在阅读伟人的人生时 我发现他们首先战胜的是 自己 然后另外一个人呢 叫Jim Whitaker 这一个人是什么人呢 是简单说 是一个爬山专家 你知道外国人 他们很喜欢去冒险啊 去登山 所以这个人呢 爬了全世界那些很高的山 很难登的山呢 他都爬了 这个人是John Maxwell 就是刚才我说的那一本书 作者的好朋友 有一天呢 John Maxwell 跟这一个好朋友 一起吃午餐的时候呢 这个好朋友呢 就跟他讲了这一句话 他说 You never conquer the mountain You only conquer yourself 意思说呢 先征服自己 后征服山 如果你想要征服一座山的话呢 你首先要先征服自己 我们知道说那一些人 你看电视应该都有看过 对不对 那些登山的人啊 他们又那些山很高 然后又下雪 可能有的时候 又会遇到暴风雪 这一类的 所以呢 爬山呢 登这一类的山呢 是非常非常艰难的 他们之前呢 要做多少的准备啊 各方面 包括他们要锻炼他们的身体 能够耐得了爬山 有耐力 然后那一种的天气 在爬的过程当中呢 也要有那种超级的 我说是superman的毅力 才能够登上那个山峰 所以是非常艰难的 所以呢 这个人这样子说 如果你要登山的话呢 你要征服那一座山的话呢 他说呢 你首先要先征服你自己 你先征服你自己的话 你就能够征服那一座山 弟兄姐妹 你要征服的是什么山呢 可能一些人说 因为现在是Olympic 对不对 可能一些人说 我要征服Olympic 我要去参加Olympic的运动会 当我们说 我们要去征服这个Olympic的时候呢 告诉我 首先我们要先征服谁 我们要先征服自己 我们要先制服 先征服自己的心 因为有一句话 我想大概有一句话 是这样子讲的 他说呢 台上 一分钟台下十年功 听得懂吗 你看到台上一分钟的表演呢 在台下要花十年的功夫去准备的 所以当我们看到那些Olympic运动员呢 哇 他们多么的光荣 代表国家呢 在全世界的人眼前呢 参加比赛表演 但是呢 你知道吗 他们要参加Olympic 他们每一天 不懂花了多少个小时 不懂准备了多少年的时间 不懂需要多少的几率 自律 还有那种毅力 才能够征服 Olympic 前不久呢 我曾经 听过一个演员 一个演员 因为他的母语呢 是讲广东话的 但是呢 他演的戏就是说 要讲中文 讲普通话 那么当他受访的时候呢 人家就问他 为什么你在演戏的时候 你讲的那些中文呢 普通话都非常的标准 没有管东音呢 他说呢 他每一天 就是拍戏之前 就是每一天 就是剧本 一直背剧本 用中文 一直背 一直背 一直练习 不断的练习 不断的练习 所以当我听到的时候呢 我觉得 这些艺人其实很不简单 当他们说 要征服这个娱乐圈的时候呢 他们首先要征服的是谁 也是要征服自己 他们要比平常人 付更大的代价 所以当我们说 要征服一座山的时候 弟兄姐妹 你要征服的是什么山 当我们说 要征服一座山 当我们说 要成功的时候呢 我们要先懂得自律 要能够先 控制自己的心 那么你说 我要怎么样 实际的 来帮助自己 自律呢 因为只有自律 能够帮助我们 走上成功的路 另外一个人呢 叫 Earn Nightingale 这一个人 是什么人 他是 美国的一个 很出名的演说家 跟一个作者 他是 美国的演讲者 和作者 所以这一个人 他说了一句 这样子的话 他说 一天一小时 五年成 什么呢 专家 一天一小时 五年成 专家 他说一天 你只要花一个小时 去专工 就是你想要 学习的那一方面的话呢 五年呢 你就会成为专家了 当这一个 John Maxwell 就是被公认为 世界No.1的 领导学专家 的这一个人呢 他说呢 当他听到 这一句话的时候呢 他就决定什么呢 他就决定 他要一天 花一个小时 然后呢 每一天 他去学习 领导学 不断的学习 每一天都 这样子做 当他说呢 当他开始 两年 这样子做的时候呢 他一直在问自己 我还要 学习多久的时间 我才能够成为 一个专家呢 领导学的专家 但是当他说 当他在学习的 过程当中的时候 有一天呢 他说奇妙的事发生了 有一天他就 经历到那种 成长进步的喜乐 他就不再问说 我还要学多久 才能够成为专家 他反而问说 How far can I go 我能够走多远 我能够成为一个 我能够学多少 我能够成为一个 多厉害的 领导学的专家 所以呢 一直 过去45年 他说呢 他一直问这一个问题 我还要 走 我能够走得多远 我能够成为多厉害的人 意思说呢 学习是没有大决局的 我们一生都在 学习 那么弟兄姐妹 你知道成功的人 跟不成功的人呢 有什么分别吗 一个成功的人 跟不成功的人 有什么不一样 John Maxwell 他这样子说 他说呢 成功的人 每天都在做 那些不成功的人 只是偶尔做的事 听得明白吗 成功的人 每天都在做那些不成功的人 只是偶尔做的事 意思说一个成功 征服奥林匹克的运动员呢 他是每一天 花好几个小时 不断地苦练 不断地练习 花好多年的时间 但是呢 如果另外一个运动员 他想征服奥林匹克 但是呢 他只是偶尔刮台风的时候 龙卷风的时候 或者情绪高昂的时候呢 才练习 你说能够征服 能够成功吗 肯定不能 对不对 这个就是 成功的人 跟不成功的人 有什么分别 但是呢 弟兄姐妹 我要告诉你 好消息是什么呢 好消息是 自律不是天生的 自律是可以培养的 弟兄姐妹 当然 如果你是一个奇葩 你是一个绝种的恐荣 你说我天生 牧师 我天生就是很自律 那么感谢主 但是有几个人 对不对 但是呢 如果我们不是天生 就是懂得自律的 有一个很好的消息 就是呢 是可以培养出来的 Bobby Jones 这一个人呢 他是 打高尔夫球的一个天才 打高尔夫球神童 那么他在 五岁的时候呢 就 开始打高尔夫球 十二岁的时候呢 他所 达到的那一种 技术跟成绩呢 他说 已经超过了 很多高尔夫球 球员一生 所能够 达到的那一种 技术跟成绩 所以他在 十四岁的时候 他就参加 全美国的 高尔夫球比赛 高尔夫球 神童 天才 去参加比赛 你们猜 他能够赢吗 他有赢吗 你可以在live check 回应 你觉得他有赢吗 肯定赢 是不是 天才 神童 但是他输了 他输了 为什么一个 高尔夫球 神童 天才 在比赛里头 竟然输了呢 原因是什么 原因是 他不能够控制 自己的情绪 他脾气 很不好 控制不住 自己的脾气 就是他心情不好 情绪不好 脾气来的时候呢 就直接影响到 他的那一种 表现 performance 所以他在 比赛当中 就是因为他不能够 自律 不能够控制自己 那么后来呢 他就 遇到一个 打高尔夫球 退休的老前辈 这样子跟他说 跟这个Bobby Jones说 你的技术呢 是足够有余 可以 赢那场比赛的 但是呢 这个前辈跟他说 You will never win until you can control your temper 就是说 你永远不会赢 除非 你先学习 控制自己的 脾气 或者情绪 所以这一个 Bobby Jones 他就 决定 听这一个 前辈的劝告 他下功夫 开始学习 怎么样去 自律 怎么样 己律自己 怎么样 去控制自己的 那一个情绪 脾气 所以后来 到21岁的时候呢 他就成了 他就创造了历史 就是成为了 高尔夫球 球手 就是其中一个 在历史上 最主要的一个 其中一个 所以真言说的 没有错 人若不控制 自己的心 对不对 他说人若不控制 自己的心 是很危险的 是不能够成功的 但是你有没有注意到呢 真言这样子说 人若不控制 自己的心 你有没有听出来 意思说什么呢 当神创造我们的时候 神有没有 给我们能力 让我们能够自律 让我们能够 控制自己的心 人若不控制 自己的心 意思说 我们是 可以 我们是有能力 控制 自己的心的 有一次呢 Chris Farlaton 他说 应该在他家附近 他看到一个女孩子 小女孩 就牵了一只大狗 去遛狗 去散步 他说呢 那一只狗呢 就是好像比那个 那个小女孩 更更有 就是更有力气 那那只狗呢 就是牵着那个 那个小女孩 那只狗走那边 走那边那个女孩子 就这样走啊 走就是 就是被狗牵着走 所以呢 他说那只狗呢 就随便拉屎啊 破坏 就是搞坏人家的一些东西啊 这样子 所以 弟兄姐妹 我们心中 都有一只狗 对不对 那只狗就好像 我们的心 是你牵着那只狗 走呢 还是我们 让我们心中的 那一只狗不断地牵着我们走 让我们随心所欲呢 让我们想要做什么 就做什么 不顾后果的 所以真言说 如果我们要管理自己 我们要进步的话 第一个告诉我 我们要做到什么呢 要控制自己的心 我们要懂得 自律 要控制我们心中的 那一只狗 你心中的那一只狗 可能是什么呢 可能也是脾气 可能是情绪 非常的情绪化 超级的情绪化 但是好消息是什么呢 神已经给我们恩典 神给我们能力 让我们能够去 控制我们心中的那一只狗 而不是让它来 牵着我们 走 这个是第一个 如果我们要在挑战期间 进步的话呢 我们要自律 第二点呢 我们要做什么呢 在挑战期间呢 我们更加要追求 我们要更加要追求 我们看真言 二十五章第二节 这样子说 把事隐藏 是神的荣耀 把事查清 是君丸的光荣 后半段说 把事情查得水落石出呢 是君丸的光荣 但是今天呢 我要跟你讲的是 这一节经文的前半部 前面一段说 把事隐藏 是神的荣耀 你觉不觉得好奇怪哦 为什么 神不是就是要 不断的启示我们 不断的启示我们吗 为什么真言反而说 把事隐藏 好像神很喜欢 把事隐藏起来 反而是神的荣耀呢 比如终生说了 一句这样子的话 他说 神不是将事 向我们隐藏 乃是为我们隐藏 他说 God hides things for us not from us for us not from us 什么意思呢 弟兄姐妹 他说 神不是 不是向我们隐藏事情 隐藏事情 而是为我们把事情 隐藏起来 在美国呢 他们 复活节的时候呢 他们 做父母的 会跟他们的 孩子呢 玩一个小游戏 就是他们会把 复活档 藏起来 让他们的小孩子呢 去寻找 那个 复活档 那么 当孩子 还小的时候呢 比如说当孩子 两岁的时候呢 父母就会把 那个复活档 藏在 比如说桌子啊 椅子啊 这些 就是让一个 两岁的孩子 可以找到的地方 意思说呢 他们会 按照 孩子的年龄 还有能力呢 去设定那个 隐藏的 那个困难程度 寻找的困难程度 当孩子 年龄越来越 大的时候呢 当然那个 隐藏的程度呢 会越来越难 但是呢 父母 他们把 复活档 藏起来的 最终目的呢 是什么 你可以告诉我吗 父母 把那个 复活档 藏起来 最终的 目的是 要让 孩子 能够 找得到 要让孩子 能够 找得到 对不对 所以呢 神隐藏 事情 是为了 让我们 可以 找到 就好像 神的话语 你有没有发现到圣经是一本非常奇妙的书呢 不是你读了一次就 全部明白 不是一次过就完全明白的 乃是呢 当我们不断的去寻找 就好像寻找那一个孩子在寻找复活蛋的时候 每一次读的时候呢 你就有一个 明白 就有一个亮光 你下一次读的时候呢 又有新的亮光 但你不断的在寻找 不断的在追求的时候呢 你就发现到 诶 你明白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 神也是这样子 我们的天赋也是这样子 我们不是一信主那一刻 就完全的了解 经历我们的天赋 对不对 乃是当我们不断的去追求 不断的去寻找的时候呢 你会发现到我们一天比一天的 更多的来认识 经历我们的天赋 就好像你在追一个女生的时候 你是不是第一次约会 就彻底的了解她呢 当你在追一个女生的时候 你也会有点感觉 好像她很神秘 对不对 好像你捉摸不透 是不是 但是呢 当你继续在寻找 继续在追求的时候呢 你就会发现到每一次的约会 每一次跟她的相处呢 你就更多的认识她 更多的认识她 正言八章十七节这样子说 爱我的我也爱她 恳切寻求我的 必寻得见 最后我们看哈纳的例子 我们看哈纳的例子 哈纳是谁 弟兄姐妹 哈纳是撒母我的妈妈 哈纳的老公有两个太太 哈纳的老公呢 比较疼爱哈纳 就是比较宠爱哈纳 但是呢 很奇妙的圣经 这样子记载 圣经说 无奈耶和华不使哈纳生育 耶和华不使哈纳生育 生死哈纳不能够生孩子 所以呢 她的丈夫呢 就哄哈纳 说有我不比有十个儿子更好吗 有我不比有十个儿子更好吗 她丈夫这样子哄她 但是呢 越哄哈纳 越痛苦 哭得越大声 为什么呢 因为 在当时候 犹太人的文化里头呢 一个夫人 一个太太 不能够生孩子 不能够生育呢 是非常羞辱的一件事情 是非常丢脸的一件事情 就好像我们中国古代 一个夫人结婚了 不能够传宗接代 也是同样的 是非常羞辱 就是这样子 所以哈纳就怎么样呢 她就开始 结婚一年 两年 还是不能够生育 她就到处去 看医生 人家说这个医生灵 她就去看 人家说那一个医生好 她就去看 人家说这个草要吃的很有效的 你一定会生一打都没问题 她就去煮了 然后不断地吃 人家说这个是好像仙当这样子 你吃了一定有效的 她就去吃 那么她是一个祭司的太太 肯定也不断地祷告 不断地祷告 不断地看医生 不断地祷告 但是呢 看看肚子 还是一压苗条 哈纳 好失望 她好失望 她灰心了 她放弃了 不祷告了 不去看医生了 不吃任何人家说 那个好 这个好都不愿意了 在绝望当中 那个另外一个 丈夫的另外一个太太 常常刺激她 取笑她说 你不能够生孩子 老公特别疼你 有什么愿 所以当她被刺激的时候 又怎么样 被刺激的时候 又去祷告神啊 你救我 让我肚子能够 争气一点 又开始去抗医生 又开始去找草药吃 又不断的祷告 一个月 两个月 又是灰心 又是失望 过了几个礼拜 又被刺激 怎么你肚子还是大不起来 被刺激的时候 又去祷告 又去抗医生 又去找药吃 不断的这样子循环 后来 有一天 她终于发现到 肚子好像不一样 身体状况 你知道了 有点不一样了 肚子终于开始 一天一天的 大起来了 然后 她就来找 荷萨娜教会 她就来找 荷萨娜教会的摄影团队 说帮我拍 美美的孕妇照 我现在三个月了 有肚子了 六个月了 七个月了 我都要把它拍起来 然后我要把它 post上我的IG 我要FB 我要所有的人 都看见 我终于可以 怀孕了 当 哈娜 不断的过去经历过 不断的寻找的时候 不断的祈求 甚至在神面前 痛哭流泪的祷告 好像 神把那个复活蛋 隐藏在很隐秘的地方 似乎她找不到 但是弟兄姐妹 当她不放弃 当她继续的去寻找 继续的去追求的时候 终于突破了 终于给她找到 这一个复活蛋了 因为神把事情隐藏起来 有的时候甚至 我们好像感觉神把神迹 我们需要的突破隐藏起来 但是我们刚才说 神隐藏 最终目的就是为了 要让我们能够找得到 所以弟兄姐妹 比喻中生说了一句 这样子的话 她说生命中的不孕 是要引领我们成为卓越 她说 就是说生命中的不孕 我是这样子理解这一句话 生命中的不孕 是神的一个邀请 让我们去经历突破 让我们去经历神迹 弟兄姐妹 是神的一个邀请 让我们不放弃 继续的去寻找那一颗复活蛋 所以我相信你的生命 我的生命 我们都有 我们一直在寻找的那一个复活蛋 可能你真的是不孕 不能够生孩子 可能你需要的那一个复活蛋 是经济方面的突破 可能你需要 你正在寻找的那一颗复活蛋呢 是身体的得医治 可能我们都像哈纳 不住的祷告寻求 也经过灰心失望 不懂多少次的寻找 也不懂经历了多少次的失落 但是我觉得神在 今天神透过祂的话语 要再次的挑战我们 要再次的激励我们 告诉我们说 神把那一颗复活蛋隐藏起来 为的就是要让我们能够找得到 所以让我们像哈纳那样子 当我们继续去寻找不放弃的时候呢 突破就来到了 哈纳终于生出了撒母耳 当一个突破来到的时候呢 接下来哈纳就经历了更大的突破 她甚至后来还生了三个儿子 两个女儿 我们一起来敬拜